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马上他的好朋友英国马上跟你说 好 我也跟着进了 好 普丁这时候除了要断气之外 他还说 既然你要进我的油 在英美宣布进油的同时呢 普丁说 我要禁止部分原物料出口来作为反制 而且我在这两天内 我就会公布我不出口的清单 也就是说我不只要断你的气 我还要断原物料供应 对 拜登这次吃了蹭头铁的心 说铁吃严蠢蠢蠢的 为什么呢 大家想说真的假的 你来那儿好大 因为美国的民调 有七成的民众赞成说 好蠢 好蠢就是好蠢 所以我们感觉用贵的油没关系 所以这也是他支持他背后的力量 当然有人问说 除了这个以外 美国的底气在哪里 其实美国我们不要小看他 美国其实目前来讲 是全世界石油跟天然气最大的出口的国家 在2017年的时候 它的天然气就变成了净出口 2019年它的石油又变成了净出口 那这一次它的一个秘密武器什么 就是页岩油 页岩油这一次可能是死灰复燃最好的机会 因为2020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在2020年4月20号 这个芝加哥它的石油的交易所的结算 是负的37.46 美国最大的页岩油公司申请破产 但是我们来看 它现在上市的有两家石油 从去年第四季就可以发现 它页岩油已经强势回归 第一家就是埃克森美孚 第二家就是雪佛龙 那我们先来看这个埃克森美孚 埃克森美孚其实从去年的 第四季就开始 盐油增产百分之二十五 每天到十万桶 那本来它的财报不是很好 但是去年的第四季公布出来 它的营收竟然成长百分之八十 不得了 而且去年它的债务还减少两百亿美元 你就只要多好贪 你知道吗 再来的话我们来看这个雪佛龙 那雪佛龙其实它的盐油部分 现在每天是六万桶 它增产差不多百分之十左右 但是它公布出来 去年第四季的营收 竟然增加了百分之九十一 那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盐油的开采 从这个水平的一个碳砖砖 以及高水压的劣势 它的成本是低于三十块美金 你想想看 现在已经到了一百多块 那一趟碳四倍 就是这么好贪 但是这么好贪 一要我们感觉我们现在知道 上万了对吧 全世界有一个先知 叫做美国的股神巴菲特 巴菲特在去年第三季 我刚刚讲 这些叶尔工事是第四季才转好 它第三季就开始买了三十亿的一个 这个雪佛龙 而且去年的第四季 还加码九百五十四万股 淋入雪佛龙里面的十大大股东 有够厉害 它那时候买的时候 坦白讲雪佛龙的一个它的盈利 还不是很好 所以你就真的爱给人佩服 九十块了 那肚子真的逼咱咱 除了这个以外 我们昨天不是讲 俄罗斯它的全球每天七百八十万桶 那个缺口谁来补 这个时候美国的小弟出来了 加拿大都 我来补 为什么 因为加拿大有一种什么 油沙 那油沙呢 其实这个东西就在加拿大的一个 亚伯达省 那亚伯达省呢 其实它的失业率高达七点二趴 因为它一直想要拖这个加拿大 没办法出来 那现在说 你都不要开赛 那油沙是什么 其实油沙 加拿大的油沙 亚伯达省的油沙 占全世界的储存量四分之三 全世界排名第三大 有人说 如果二十一世纪 如果出现石油危机的话 那油沙呢 就是救世主 救世主出来啊 出来啊 但是油沙的开采成本真的很高 八十三块美金啊 但是 甜蜜点到啊 现在超过一百块啊 一百块我就可以开采了啊 而且它开采很麻烦 为什么 因为它用那个高温 油沙就是在那个砂石啦 在沥青啦 在水啦 在那个烂泥巴里面都是油沙啦 那你要开采的时候 一定要那种非常高温的水蒸气 把它灌下去 然后再慢慢的抽取 那问题是 你在灌下去的过程里面 上面土地上面 所有东西都要全部清空 就是寸草不生啦 所以对环境的破坏力 非常的大 所以一般来讲 尽量不要开采 不过至少 我有一个备份在那边嘛 第三个就是委内瑞拉 委内瑞拉 人家去讲讲讲 但是讲了怎么讲 他说 这样啦 喔 没关系 你都不用民主化 委内瑞拉 他说你没有民主化 你什么独裁国家 他现在也是同样 没有民主化 但是美国就是不坚持 去跟人家讲讲讲 你自由派 开放都没完 都没完 结果现在发现 美国的石油公司 只有一家 这叫雪佛龙 还留在委内瑞拉 我跟你说 这次真的 贪死过亡独气 所以也因为这样子 所以美国的底气在 他就不怕死自己拼 但是你说 普丁难道没有终极武器吗 有 普丁的终极武器很多 比如说我们来看这个表 他的力 占全世界19% 那他的一个 他的靶占全世界的42% 然后他的钛占全世界的30% 我们先来讲那个钛 那钛其实在美国 它进口 尤其是波音 三分之一的钛都要靠 俄罗斯的钛来进口 另外美国有一个黑鸟 远程侦察机 这个黑鸟远程侦察机 全部从头到尾都是用钛合金 你没有用钛合金不行 因为它是2.3倍的因素在飞 而且它飞得很高 它可以躲避导弹 以及飞机的一个追击 所以你看它进入中国大陆 好几次进进出出 不如在那儿走开 如日无人之地 那小的同样 再来我们来讲钛 真的是造钛 害死那么多人 这个钛 我们知道所有的合金 不锈钢 还有很多工业用品都要用到 所以钛也是它的一个武器 那最后来讲到把金 把金其实美国每年要进口35%左右 另外我们来看 其实它有一个奶 气体的奶 90%都在乌克兰 乌克兰的一个 它的一个奥德赛港那边有一家公司 这家公司去存化 它存化的一个量是全世界的三分之二 所以如果未来它用这几个 再终极武器的话 我想对整个我们的高科技来讲 会有断链危机 这一点也是我们在投资股票 要特别注意的 欧罗斯的反制清单到底会是什么呢 我们这两天持续要来做关注 不过回到台股今天最重要 谈过了外资 谈过了投薪之后 我们从技术面带你来看 在今天领先越过昨天黑K 出现转强的个股 是不是就是这一波反弹的主流部队 先锋部队 我们等会好好来解解 而稍后要来解的是 跌升又高值率的股票 到底有多少空间 我们请郑老师帮我们来解 领先过昨天黑K的股票 不过这看领先过昨天黑K股票 之前刚刚你特别谈到 这一次很有可能复制之前 美苏冷战时期的星际大战 对 我们在讲说 历史往往都有惊人相似的地方 那我们来回忆一下 苏联解体的一个过程 当时发生了两件事情 一件事情是苏联 在1979年打阿富汗 花了600亿的美金 第二个1983年 那个雷军总统骗他说 要做星际大战 结果他国防一直往上提升 那这两件事情 让他的经济快要崩盘之后 最后他做一件事情 当时石油的一桶 大概涨到41.6元 41.6元相当于现在200块 那雷军做了一件事情 让石油从41.6跌到10块钱 苏联就因为这样解体 所以接下来 所以这一次跟上次很像 也有战争 对 然后俄罗斯的经济线 也边临崩溃 没有错 那如果油价再出现崩盘式的大跌 那真的有可能复制 当时星际大战 应该是说冷苏大战时期 美国的剧本 对 所以苏联到处 又的是到最后会穷到 只剩下核子弹头 我们赶快回来讲盘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在期货市场的补空 似乎很明显 外资在期货市场 虽然在新闻市场还在卖销 但补空的力道极不小 从前一个交易日的空单库存 有15856口 现在呢 补到今天只剩下12720口 那很多投资人一定会想知道 补了3000口 对 现在是不是底部 那我们从期货的净空单来看 那我们看到最近两天的 外资在期货的净空单 大概补了8000口 那我们在回忆去年的 10月4号的话 当时期货的净空单 大概有11154口的时候 当时台股来到16165点 就在这里对不对 对 这个地方 16162 16162当时的OI是多少 11157口 好 所以当时是11000多口 对 那酝酿出16162的底部 没有错 那现在来到12000口 其实口数差不多 那这边涨了2500点 有没有可能是另外一个底部 对 很有可能 因为现在的话 12720万口嘛 那我个人真的非常有机会 这个就是一个底部 更何况这两天有报大量 就是我们从过去的经验来看 好 那如果这地方有机会酝酿 另外一波的底部 选股的方向怎么看 我们来看领先过昨天黑K的股票 领先过昨天黑K 是不是就是这一波 短线上的主攻部队 在今天包括荣誉 智信 这都量灯涨停板 四维航量灯涨停板 还包括日月光也大涨 新航 华金客 这些都领先从K线的角度来看 越过前一天的黑K报 对 但是我们首先 从技术面先淘汰几档个股 那你看这个华金客 那你看一下 它季线是往下的 而且它离季线非常远 所以这一档跟这一档 跟这一档的话 我们看到季线都没差别 那四维航的话 今天刚站上季线 那季线的话 现在看起来也是往上扬 但是我们来看这两档个股 智信跟荣誉 对 它是录印的 录印里面的话 智信跟荣誉的话 2607的荣誉 对 你看这档的话 荣誉的话今天到最后 漲停板 那我们来了解到荣誉 荣誉的它整个K线图的话 是所有我们看到六档股票里面 最强的 你看它的 不但突破昨天的最高点 而且它现在是突破 这一段期间的一个整理区 横向整理 好 我们缩小一点才看得出来 对 所以它其实整理了很长的时间 之后往上走高再创新高 这是创波段新高的股票 对 为什么会这样你知道吗 因为它最近的话去持有长荣物流的一个股权 大概91.21% 那你要知道长荣物流的话 本身有做空印 海印 还有海关 还有仓储相关的物流 所以将来对它的 这入海空都有就是了 对 也就是说在技术面 在它的益机的话 将来应该有相当大的一个成长 所以它才股价有这么 所以字字还会涨 对 我个人就觉得 这个只是一个开始 也OK 你看量从这边开始 只是一个开始 这个也是我个人看法 所以可以追 对 我个人就觉得这档个股 后面非常有机会 那除了荣誉之外呢 那接下来我们当然就是看到智晴 那智晴这档个股的话 你自己也过了昨天 对 那最近的话 你从农历过年之后的话 我们看到很多生计股的话 力都不断了 就像我们的美食 美食的话它有 3月1号的话公布它的癌症的药 已经可以取得那个 菲律宾的一个药症 那所以在这种 你看它的县土的话 我们看到来到最高 这样回档修正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智晴 智晴相对 你看这段时间 我们台股得得不修 你看智晴两支黑K线之后 今天一个涨停板 又把这个黑K要吃掉 又过昨天黑K的糕点 对 为什么这样呢 第一个你看一下 它的奥陷胰胆的新药的话 在40个国家上市 所以今年贡献它7.5块钱 所以这是有赚钱的升级公司 对 没有错 那再来的话我们可以到中国的药症 在下半年的话对它营收有贡献 那再来我们重点就是说 今年它一估大概10块钱 去年虽然2.7块钱 但是今年大概10块钱 今年赚10块 而且它的手上的 那个是吧 现金有25亿 25亿再来我们看到 外资联系买3天 还有一个重点 还有一个重点 投信今天买了1762张 外资投信都正在买 对 那再加上 只有千张以上的 千张大户 大户有持续在增加 我个人认为这一档个股 后面相当有机会